妈不管你再忙 也要来参加我的婚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K 优独播剧场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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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方下车以后又坐在椅子上,都不需要我出力的,这和床上有什么区别? 儿子啊,其实你李叔要是没有做手术,你的婚礼他是要和我一起去,但是怕你不高兴,你李叔叔还打算在酒店门口等我? 怎么会呢?我通知你的时候就是让你和李叔叔一起来啊,李叔叔在门口怎么能行?李叔平时不管是对你,还是对我,都很好,我怎么可能不愿意? 自从你嫁给了李叔叔,气色好多了,脸上的愁容也没有了,人也变漂亮了,变年轻了,我特别感谢李叔叔把你照顾得这么好,让我知道妈妈也有这么温柔的一面 儿子,你能这么说,妈心里就舒服多了,当初我和你爸离婚分开,你不恨我吗? 以前肯定会恨你,但现在一点都不恨了,我反而感觉很清醒,当初你和我爸在一起,天天吵架,我爸还爱摔东西,我每次害怕的不行, 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他摔了一个遍,我还被误伤过,我一厢最深的是你们都不能说话,一说话就能吵起来,家里没有一天是安生的,你天天面带愁容,整个人死气沉沉的,对我说话也带着火气,哪像现在这样容光焕发,又漂亮又年轻,不说年龄,我还以为你就三十岁 真会胡说,你把妈妈说小了二十岁,我都五十了,其实当初离婚,妈妈最怕的就是伤害你,今天你能这样想,妈妈心里的石头就放下了 老婆,我就说你想多了吧,孩子比你想的还要懂事,你担心孩子,孩子其实也担心你,你过好了,孩子也就放心了,孩子,去忙结婚的是吧,别和我们两个老家伙浪费时间了 是的儿子,去忙你结婚的事吧,你那边需要准备的还很多 李叔,那我就先走了,后面有时间再来看你 好的孩子,后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就和我说,或者有需要用钱的地方也和我说,给你妈说也行 儿子,你也看到你李叔怎么对你的了,以后别和李叔有什么隔阂了 妈,我和李叔什么时候也没有隔阂,当初你嫁给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嫁对人了 你觉得后爸做得对吗,你们支持吗